他説這個三角形ABC中 角A是60度 且最大邊跟最小邊 是這個方程式的兩個根 那麼他問這個三角形的外界半徑多少 我們現在要把A的對邊找出來 這A的對邊找出來以後的話 我們就正選定理就可以把外界半徑把它找出來 現在我們看 因為B跟C是這個方程式的兩根 那兩根之合等於多少 就是B加C等於多少 等於A分之-B 所以是3分之21 所以是等於7 那兩根之G B乘C等於多少 A分之C 3分之13 好 那我現在 把B平方加C平方把它找出來 那怎麼做 我把這個平方 平方以後減掉兩倍的這個 也就是說 這個平方減掉兩倍的這個的話 是等於B平方加上C平方吧 那會減掉多少 那會減多少 這個平方減掉兩倍的這個 是7G49 那減掉3分之多少呢 2倍嘛 26 所以這個是等於3分多少呢 93 27 即2 147 減26 121 121 121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用突顯公式把A找出來 A平方等於多少呢 等於B平方加C平方 減掉2B4 cos 60度 那B平方加C平方是3分之121 3分之121 好 這個是2分之1 cos60度2分之1 約掉 減掉 減掉VC 3分之13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3分多少呢 8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多少呢 121-13 這是8 108 108 3 33得9 36 所以是36 那你就說 A 是等於多少呢 兩邊開根號 A是等於6 好 然後我們用那個 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是說 這個 A除以3A 這個是等於2R 好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R算出來 R是等於多少 小A是6 2乘以3A 3A是2分之根號3 好 約掉 然後有理化 3分之6根號3 32得6 所以是2根號3 所以外界很半進 是等於2根號3 是等於2根號3